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免费的点心可以吃 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是一个很典型的秋老虎天气 虽然说已经到了10月了 但是很多地方在今天高温都还是有来到33度 甚至是来到了35度左右的气温 那么预计明后两天也是像今天这样子 非常高温又晴朗也热的天气状况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那么另外在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相信今天一定有发现天空灰蒙蒙的 而且越晚感觉灰灰的程度是越来越明显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波西南风带来的境外污染 是从中国南方随着西南风带进来的境外污染 来到了台湾 所以在迎风面的西半部地区 由南到北逐渐的空气品质都正在转差当中 预见的这波境外污染会持续到明天 所以明天空气品质还是会比较差一点点 敏感族区外出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建议大家外出都要记得戴上口罩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会落在礼拜六 礼拜六的时候新的一波东北风就会南下 带来北方的凉空气 所以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会转成一个比较湿凉的感觉 天气变化会跟这几天差异蛮大的 所以也提醒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周末假期天气变动比较大 一周的部分要多加的注意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云图 今天台湾各地都是非常晴朗 非常稳定的好天气 预济接下来这两天也是这样子的 都是秋老虎般很晴朗很稳定 只有中午过后山区局部的零星午后阵雨而已 那么刚刚有提过了 礼拜六礼拜天会有新的一波东北风南下 带来北风的凉空气 所以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气温就会降到 大概低温只有22度左右 高温大概也只有24 25度左右 一整天感觉都是比较凉一点点的 同时在迎风面的 可以看到周末假期的时候 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金龙北海岸 还有宜兰花莲 东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感觉真的是比较虚凉一点点 所以务必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温差还有天气的变化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都是好天气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好天气就没有好空气 特别又有境外污染来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其实目前在户外的空气品质 很多地方都已经来到了红色 对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的等级 明天几乎也是维持一样子的状况 所以真的提醒大家这两天的空气品质非常的差 外出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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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